如果现在有很多朋友正在看房子的话 相信大家也感觉到了 就是如果周末去看Open House的话 你就会发现那些房子里面都是人潮涌动 看房的人真的是一个接一个的 真的很多 那我今天就想特别跟大家来聊一聊 就是我最近的一个 应该是三个案例吧 其中第一个呢是非常顺利的买到房子 然后第二个呢是比较曲折的过程 还有一个正在买房的路上还没有成功的 那大家可以根据我分享的一些故事 然后来套用到自己身上 希望能给到你们在整个看房的路上 有一些启发跟帮助 所以呢因为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讲什么数据了 因为这个四月份的数据啊 其实跟三月份来讲相差不是特别的大 那想看数据的朋友呢 就请到我上个月刚刚分享 这个三月份的数据的视频来做一个回看 那我在上面呢 其实有特别详细的讲解了一些市场的数据报告 那在正式开始这个视频之前呢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 请给我点个赞 并且加上小铃铛 然后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那对于这个YouTube来的观众朋友呢 我现在会提供30分钟的免费一对一的咨询服务 那无论是买房卖房或者是换房的朋友们呢 都可以来找我咨询哈 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视频的主题 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买房的故事 那这个买房故事的主人公呢 他们是都是在Meta工作的 职业呢也都是程序员 那他们的需求呢 其实一开始就是特别明确 他们就想要买足动 然后不介意很旧的房子 而且要离公司比较近 他们是喜欢就是特别一点的 喜欢山上比较安静的这种 适合居家办公的这样的房子 而且我记得他们一开始跟我说 他们的预算大概就是150万左右 然后我们在进行了这个Zoom的视频会议 就了解了一下整个给他们过了一下这个买房的过程 需要做哪一些动作 他们就开始自己去看Open House了 然后看完一圈回来呢 他们就觉得150万的预算好像如果真的要在中半岛买到比较满意的房子的话 其实基本不太可能 于是我就跟他们建议 就是说再去找这个银行去具体分析一下 他们的这个情况 然后后来回过头来 他们说银行说可以 他们最多可以买到210万以内的 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在这里遇到的很多客户 也基本上就是 其实在边看房的过程当中 边摸索 然后也边知道自己具体最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也可以边知道现在的市场上什么样的房子在什么样的价位 所以最后可能大家也会问 就是说最近的这个裁员风波不是挺多的吗 然后消息啊 这个裁员这个消息满天飞 难道他们在Meta就不担心吗 其实这个问题呢 我也在侧面去稍微试探过他们一下 毕竟这样的问题 如果你要我去真的就是很直接去问 也挺难的对不对 所以但是作为一个买房的经纪人 我确实也要去问清楚 他们就是这个问题会不会对他们有产生影响 因为如果说你有任何可能被裁的风险的话 我都会建议 就是现在就先等一等好了 就不要冒冒然的去买房 后来我就问清楚了 其实他们对于这个自己的情况还是很有信心的 所以说房子是继续可以买的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那我给他们的建议呢 也是即使他们可以买到210万的房子 但是也不要撑到死了 就不要买到210万 那留有一些余地 其实对自己也是好的 然后接下来在看房子 整个过程当中也比较顺利 所以我们最后就是第一次下offer 就成功的以185万买到了一套在半岛的这种小独立屋 而且它的整个后院是一个亮点 就简直如果你在这个后院的话 就简直就是像Airbnb像度假屋一样的 那现在呢小两口已经搬进去了 然后他们现在正在忙着配置好看的一些家具啊 在装扮自己的新家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买房呢 你要真的是要完全清楚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 像他们的话就是目标非常明确 一开始就知道 第二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全局观 他们也知道自己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们才有这样的毅力跟魄力 能够这么迅速地买到自己喜欢的房子 第二个买房的故事呢 其实也是首次购房和年轻人 然后他们准备也是要结婚的 然后一开始看房子预算是不超过120万 他们先是比较喜欢那种新的townhouse啊 从Santo State啊 Fremont啊 看到Mupitas都有 那后来看了三个月之后就发现 就是我前后其实也帮他们写了三四个offer 都没有买到房子 原因就是家价不够多 就其他的买家家价都比他们多 那净价不过别人 那肯定就是买不到房子 就现在这个情况下 那后来发生这些事情 我想大家可能就多多少少有所了解 就是加州政府为了鼓励首次购房者 让他们能够顺利买到房子呢 就推出了一个新的政策 就是给首次购房者提供最多20%的首付 然后是零利息 要注意要是零利息是免费借给你 一共会发三亿美金 先申请先得 先到先得 他们的预算就一下就能够上升到160万左右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好的消息 那我也让他们第一时间去做这个咨询跟申请 所以一顿操作下来 他们也就顺利能够拿到这个 这个pre approval 就是新的pre approval160万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在一个房子当中 那个房子收到了12个offer 竞争也是相当激烈的 就拿下了一套在南湾位置非常好的一个独栋 哇 那就很开心了 对不对 那终于买到房子了 历尽艰辛 而且还能够拿到这个补助 而且一般来讲 进了合同以后就 一般可能就没什么太大的意外了 那这个购房补助呢 也能够顺利拿到 所以我就和家人孩子就去圣地亚哥度假了嘛 那我很记得当时我正在陪孩子 在Seaworld在玩得很开心的时候 就突然接到Lander 也就是帮他们做贷款的经纪人 贷款经纪人电话 他们说那个补助现在很大的可能性拿不到了 因为政府已经提前停止这个项目了 我当时脑袋嗡了一下 我说什么 就嗡嗡响的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就站在那个游乐园里面 就想说你说会不会影响这个度假的心情啊 那肯定是会有影响的 所以我当时那一整个下午 都是在非常积极地处理这个事情 首先打电话给listing agent 跟他们说明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就有可能现在拿不到这个贷款了 然后呢我再请这个贷款经纪人同时打电话给buyer 告诉他们这个不太好的消息 再接下来呢我再跟buyer商量这个事情 商量看应该怎么处理去最好 我说你们那个你们现在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呢就是如果拿不到这个补助的话 你们是可以选择推出合同的 那我这边也要赶紧去跟seller去讲 尽最大的可能去最大的减少他们的损失 因为我们要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对吧那如果这个房子可以顺利能够找到 下一位买家能够顺利接盘 而且价格没有差很多对吧 那很大的情况下我的这个买家3%的押金 是应该是能够可以帮你们争取能够拿回来的 那这样做的这个风险其实当然也是有 我不能保证100% 因为我们下的是no contingent的offer 所以也很有可能这个3%的押金要不回来 所以这个是相当有风险的一个动作 那当然我们肯定是尽最大的可能要回来了 对吧那第二个选择呢 就是如果如果还想要争取拿下这个房子的话 也有办法 那就是赶紧要换另外一家银行 因为你现在这个银行已经不能帮你去拿到政府的这个补助了 然后我们当时是之前有跟另外一个银行 有跟他们拿到pre-proof 所以他们都有他们的资料在 所以就赶紧请他们打电话给另外一个银行 去询问这样的情况下 能不能有别的方法 有没有新的方法可以负担得起 现在这套房子可以继续把这个贷款做下来的 然后我也说了 就是说buyer就是你们一要谨慎去想想 考虑一下这个事情 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买下来之后 你们能不能够负担得起 就真正负担得起这个房子的房贷 因为这个房子就是说贵也不贵 就是说便宜真的不是很便宜的 就是比他们一开始超过了很多很多的预算的 所以你们要考虑清楚了 我让他们考虑清楚再做这个最后的决定 但是时间也真的不是很多 因为Styla那边也非常着急 所以整个一个情况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紧急的情况 我觉得我当时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是处理的比较妥当的 因为我当时是同时跟Styla那边先拖个底 就没有任何隐瞒 就没有隐瞒起来 因为这样子你会让对方觉得我们很坦诚 也很真诚 也很想去积极处理这个事情 而且我也跟对方说了这个buyer 的确是很喜欢这个房子 我们也在积极的想办法 那同时呢另外一方面呢 我跟这个buyer也跟他们一边 就是给他们非常耐心的去解释 那这种情况下 我给出的一个经验跟策略是什么 如果买或者如果不买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跟他们做了一个很全面的一个剖析 所以整个过程中 他们是非常知道这个事情会怎么样 他们也很冷静 所以我到最后呢 也会打电话给这个Lander贷款银行 请他就是立刻现在马上算一下 这个buyer到底能不能够在没有政府补助的情况下 能够承担得起这套自住房的贷款 我就跟我的buyer讲了 无论你们做任何一个决定 我都会支持你们 就不要怕 对 所以这样来回打了十几通的电话 十几通 我儿子都已经看了好几个海豚鲸鱼表演了 我就还在那边打电话 所以后来呢 结果就还是真的蛮顺利的 我们就在这个视频发出来 就是现在这个视频发出来的这几天 他们就应该已经顺利能够拿到钥匙了 所以呢 遇到事情千万不要慌 让自己定下心来 就总有总有解决的办法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点啊 就是要沟通 要解答疑惑 还有分析问题 以及提供这个解决方法 这些都非常重要 尤其是作为经纪人 你要真诚的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能够跟对方解释清楚 就不要玩什么花样 对方也不是傻子啊 对吧 而且一听就有经验的 一听就能够听得出来 那我自己其实也代表很多次seller 所以我能够知道 就是说站在seller listing agent的角度 能够要跟他们去 就是站在他们的角度也想问题 然后站在我这个buyer角度 我要为他们考虑 保存他们的最大利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强调这个沟通 真的非常重要 最后一个故事呢 就是说现在还在看房的一个故事 就是一对马上想要就是升级 自己自住房的客户 他们呢是想要集中在南湾看独立屋的 预算呢是大概是150万左右 那就在昨天呢 刚刚发生了一件让我觉得 现在这个市场还是处于一个相当激烈的 抢房市场的状态 是什么故事呢 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啊 这个过程是这样的 客户呢 他是在上个就是周末open house里面 看到一套非常满意的房子 但是当时那个房子哈 就是检查呀 所有任何的检查都还没有做 所以这个披露报告也没有准备好 而且seller他是准备 想要继续多开一个周末的open house 来全面看一下 就是开两周open house 看看市场什么情况 然后再决定要收offer 当时商量出来 就是说我们的策略就是等这个 一等这个报告出来 我就是非常 就follow up嘛 跟对方就说 你报告一出来 我们看完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试试看 能不能够提前把这个offer交出去 就交一个preempty offer 比较有竞争力的那种 就不要再等到什么第二周了 那都太晚了 然后呢 第二天的早上 我一看 这个房子突然之间就pending了 就当下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你知道吗 真的是太搞笑了 太太搞笑了 就怎么就出其不意就pending了 于是我就赶紧打电话给对方 问问是什么情况啊 原来呢 就是他们在前一天收到一个条件非常不错 非常strong的offer 而且是no contingent offer 然后我当时我就问他 我说 你们报告不是还没出吗 他说是啊 报告还没出 我说 那那个人怎么就发一个no contingent offer 连报告都不看吗 然后那个listen editor说 对啊 就是那个买家就觉得 这房子应该没什么问题 就不看报告 就出了一个非常高价 而且是no contingent offer 然后我当下我就整个人傻眼 就整个人都觉得不好了 就怀疑 有点怀疑人生 因为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如果你在没有看任何报告的情况下 然后你去贸贸然出一个没有con contingent offer 就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就是你会 就是万一你这个报告万一出了什么问题 你是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如果你想退出合同的话 那你这个3%的定薪你是 很大程度上拿不回来的 所以我就觉得 现在这个市场有点太crazy了 就是真的会有人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 然后去买一套房子 而且还加这么多价 所以我当时我这个 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买家的时候 其实他也很震惊 就觉得现在这个市场 就他们觉得要不要再缓一缓 或怎么的 我说如果不是特别着急的话 或许夏天的时候 就可能会有一个 稍微slow的一下season 因为现在春天确实是传统的一个买房的旺季 那大家都想希望能够在积极的这个时间看房 所以我也我也要他不要放弃 就是说这个心态 我们要及时做一个调整 所以在不断的在买房看房 在摸索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这个角色的话 就除了当一个专业的经纪人 还要给出他这个专业的各个沟通的一个策略的一个 就是帮他做心灵马杀鸡的一个专业的人士 那现在呢我们他们我们现在还在积极的在就是看房子找房子 那希望我这位客户也能够顺利的能够上车买到自己喜欢的房子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最近三个买房的故事 那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就只要你有决心有毅力有恒心 也有对自己有信心 是一定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房子的 同时呢我也想说的是 如果你有打算最近看房子啊 或者身边有同事啊朋友啊 想要准备买房的话呢 都可以来联系我 那我的联系方式呢就在下方的信息栏 欢迎呢来跟我进行一对一的沟通 我很乐意为你们帮忙 好吗 那以上就差不多了 那下一期视频我们再见 我是Marie 拜拜